歡迎來到全日總結的時間 先介紹我這一節的嘉賓 來自耀才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王偉豪先生 Wafi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亞太區方面股市的走勢 東京日經指數升了237點 收報在10160點 主要是因為市場衝勁 兩方的措施再次出現 首爾方面 首爾COSPE指數升了10點 收報在1993點 而台北家權平均指數升了33點 收報在7677點 至於內地方面 見到三大指數都是個別發展 上證綜合指數收報在2162點 跌了1點也不夠 而深淨城市升了46點 收報在8639點 而護深300指數升了2點 升幅來說不夠1% 收報在2371點 接著看港股方面的走勢 先和大家跟進一下主要籃籌股方面的走勢 見到匯控做80.5元 升了4毫 中移動90.25元 升了3毫 至於中國銀行3.48元 工商銀行5.59元升4 建設銀行6.32元升6 港交所131.4元升8毫 新鴻基地產116.8元升9毫 長江實業119.9元升1.5元 中銀香港24.4元升1.5元 中銀售24.4元升5元 中海油方面 16.84元升1.4元升1.5元 中石化8.8元升1.5元 中國銀行最新報3.57元升4元 中海外23.1元升1.5元 而騰訊控股最新報249.4元跌8元 接著跟大家跟進今天行業成份股裏做得最差的股份3.30元 施節環球跌幅超過4% 最新報11.16元 今天提到這股份宣佈了一個刑警 在營業格方面 可能有一個大幅度的差過 有一個錄得虧損的上半年的財政年度 現在回到Wafi 看到這個消息對股價來說有一定的打擊 的確是 打擊是有的 始終會預期到市場意外的地方 因為不斷今早也說到 出了第一季業績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有個倒退 但未主虧損 甚至當時管理局也說到第二季會比較樂觀 但反而今次看盈利預警的時候 就說到這半年這兩季隔晚有虧損 變成第二季事件是蠻誇張 所以令市場有意外 甚至於往後看 其實很多的分析都覺得 依然有一個存疑的狀況 就是接下來能夠有改善 雖然管理局也不斷有改善的情況 而且另外本身來說 近期也有比較多消息的困擾屍指 不論是公股 股權的變化 盈利預約股等等 甚至管理局也有些口述的因素 其實市場也算是挺難估計 這股份如何走 所以其實不斷自己也說 對這股份的看法 是比較看得負面一點 今天從我的手勢上來說 其實這下跌穿了五十天線的時候 意味著往後看 短線一點 有機會試回十個半這邊位 才看是否支持 如果這位置都失敗 下一步有機會退手到九個半 至九個六這價位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下 今天還有一些特別的移動板塊 包括內地百貨股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整個板塊的最新造價 看見到環創業收補在28.35 經常升了三毫指 而百姓升了超過3% 收補是6.41 貿業國際1.68升7 銀貨方面沒有升跌 最終收補是9.59 金鷹18.82升了接近1% 另外幾隻 春天百貨要跌一先 收補在9.04 利福國際19.58升4 高音零售跌兩先 收補在11.88 聯華超市升2 最終收補在7.1 大部份內地百貨股都有升勢 相信大家衷勁 中央定條在擴來需 當涉及到買東西 一定是知識住行方面 百貨裏面都受惠不少 你又怎樣看炒這個概念 其實預料會有這樣的炒作 始終之前開了那麼多會議 不論是中英經濟工作會議等等 這些不斷說的就是定調下年的 一個經濟增長目標之外 就是正式的取向 以現階段可以見到的取向來講 一來離開幾個行業 基建、消費類 甚至很多等等的相關行業 應該都有一個扶持在 所以這些股份預料 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炒作 少數多還是少 以百貨股來計 始終預約了比較久的時間 雖然你記得從個別的圖表 可能不算太過差 但起碼對比同期 含指好 或者國智都好 其實都可以說 跑得比較舒適 所以這一陣來講 稍後要追回一些 或者吸引一些資金 進去其實不是太有意外 所以從這幾個勢頭上看 我覺得短線都可能有個少許炒作 大家看看可以少著地 少著地試一試 跟回這個勢頭 看看有沒有機會有個 在內地中資股裡面 相對地都是跟回國策去行 其中一個就是另一個移動板塊 就是太陽能股 在商務部商方面 亦有人表示 目前國家正在研究中 制定支持太陽能產業方面 健康發展的政策 帶動到大家都有個憧憬 接下來有些政策會即將出台 整個板塊都有個升 未問Wafi之前 先和大家跟進整個板塊的最新表現 看見卡姆丹克升超過接近6% 長日來計算升7% 最終收補1.28 陽光能源更加升1.7% 收補4.9 蔡海太陽能沒有升跌 保利協欣升8% 收補1.61 至於氫業太陽能 今晚升了6.22 升幅接近一成 收補6.89 Wafi 見到今天來講 太陽能股的爪勢都很強勁 應該怎麼看這個板塊呢 短視我相信有個炒作 始終像Mac所說 炒在國策上的一個推動 不論近期的金太陽好 或者光復下鄉等等因素去帶動 但正如自己這樣說 始終以個行業基本面來計算 都依然有些隱憂 以以上由為主的光復股來說 可能頂開性比較多 因為記得到國內 例如多星龜這樣說 不斷強調價格來說 都是在低位度走 甚至以水球來說 都沒有大幅度的回升之後 產能到二營過程等因素 所以其實很多間都 仍然是面對虧搶的階段 而且這一刻都仍在面對整合的時候 我相信未必這麼快 可以完全扭轉到過來 反而在這階段 受惠著這國策上的符翔 在補調的因素下 可能質中下游會比較好一點 雖然今天整個板塊都升 除了一兩隻 是升得比較少之外 我建議如果要選擇 都依然選下游為主的光復股 例如輕易太陽能等等 我相信這段時間看 如果看光復股 我覺得這隻會比較可取 最後跟大家跟進 港股方面的表現 今天港股整天來價 是升了128點收市 差不多在22623點 升幅0.57% 成交額方面628億 掛企指數升了68點 收布在11388點 企指方面升110點 收布在22617點 低稅是5點 成交欄方面是71,000多張 先問Wafi 港股方面見到就是內地方面 稍為回到升勢 港股方面升幅又再擴大 你怎樣看 港股當然這一刻都依然是忌受到內地市 怎樣走 甚至除了內地市之外 一直都是留意美國方面的財政原來的因素 而且在另一邊 今早或是這幾天都不斷強烈 就是未來這5月5日 所謂四期的計算因素都會有一個左右 所以我相信現在一段 勢頭不錯 或者仍然有機會向上 但可能幅度上看 其實慢慢會比較收集一些 或者可能有機會做一個整股先的 初步來說 上面才有大概22,800里區間 不斷看到這些位置 下面來說 看22,200點 即20天線路位置 能否更受得住 如果在這些位置受得住的時候 整個形態不是太有變化 仍然是一個向上沉定的格局為主 所以我想在短時間看 先留意22,200至22,800里區間 能否更有一個突破 好,謝謝Wafi和我們總結 今天整天的市況 最後和你做個申報 剛剛所說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好,謝謝Wafi 今天來講 要做財經台的直播時間到此為止 明天九點半時間再見大家